大家好 我是文瑞 今天在刷推特的时候 看到一条推文 杰森博士的推文 他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挺有道理的 他怎么说 他说中国社会现在的情况 不是崩溃 而是腐烂 怎么说呢 以前我在做视频的时候 我经常提到中国崩溃的事情 就是有一些所谓的爱国行政方法 就很不满 他就讲我们这很好 我们这过得非常不错 对不对 根本不是你说的样子等等 就是按照他们的这种逻辑和思维方式 就是说只有中国出现这样的情况 比如说全国大面积的房价 突然一夜之间 从一平米两万 降低到了一平米一千 甚至五百 他们可能能认可 或者是 对吧 整个全国大面积的通过膨胀 物价高到就是说 为了买一块面包 对吧 买点吃的东西 要背着一马奈的钱出去买 他们可能能认可 这确实是坍塌崩溃了 否则 他们是不会承认的 那么中国社会 其实是在快速的发生变化 发生质的变化 这个过程 是被整个体制 被北京牢牢的控制 那么他的状态 就很像是腐烂 而且是这种快速的腐烂的状态 你整个看他那个形状 还没变 还是那个形 但是里面的细胞的本质 对吧 已经开始变化了 而且变化的很快 这个就是这样的情况 昨天 我提到那两位女士的照片 就是你这个照片 你一吵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这不是一个人 昨天我说了一句 我说 我一下想到了韩国整形了 对吧 有人说 文蕊你真幽默 其实不是幽默 我当时想到的就是这个情况 而且是一个大规模的整形 你要是不做一些大规模的整形 它不会变化那么大 是不是 对吧 就面对这个情况 你说 对吧 中国政府就说 他们是一个人 你就问你服务服吧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说我以前讲 我说中国社会 就是没有更无耻 只有 不是 没有最无耻 只有更无耻 没有最荒谬 只有更荒谬 但是面对这个事情 我觉得 在我的想象力的范围之内 它已经达到了这个 最无耻的这个上限了 就面对全球的70亿的人 他就敢说这样的谎 就是敢说这种 别人一看 就是知道是谎言的这种状态 这是纵观古今中外好 也没有这样的事情 就达到了这种 就是说 这无耻的上限了 在我的想象范围之内也好 那要再往下想 那就只能是说 拿一个人的照片 和一个小猫的照片 说告诉大家 说这两个是一样的 那只能是这种情况了 除了这种情况以外 那就是达到了 我觉得 就是这种上限了 对吧 习近平这么做 那基本上就是 把皇帝的新装 再演绎一下 就是 他穿着那件 所谓的皇帝的新装 在全球的 这个聚光灯的照射之下 然后呢 面对全球的这些民众 他还在 非常这个高调的讲说 我这个衣服是最漂亮的 我这衣服的材料是最好的 就是这么荒谬 对吧 你看了以后吧 就是说 不仅仅是一个气氛的问题 它是在扭曲人类思维 人类思想底层的一些 最本质的构架 本质的因素了 对吧 什么意思 就好比说我们学数学吧 最本质的东西 就一些很简单的东西吧 比如一加一等于二 对不对 或者是两点之间 两点之间 直线最短 对吧 这些是很基本的东西 你说就这些基本的概念 有什么高 你说不对 一加一不等于二 那你整个搭建起来的 数学的构架 就整个就倒了 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现在整个中国政府 做的就是这样 他对人类的一个认知的一些 很多基本的东西 他要进行颠覆 你说这两个人 他能是一样吗 是不是 那我看到有些留言 有些人还在为这个事情 这个给政府辩解呢 反正按照他们的理论 那也对 对吧 就说都长了两个眼睛 一个鼻子 一张嘴 是不是 那确实是有点像 是吧 那小猫小狗 还长了两个眼睛 一个鼻子 一个嘴呢 对不对 反正这个事情吧 就是说 如此荒谬 任何一个人看了 都感觉都很气愤 很不解 但是在中国社会呢 我的判断啊 中国社会 肯定很多人还是不关注 跟我没关 很冷漠 对吧 觉得无所谓 对吧 该吃吃 该喝喝 可能有些人 会有些生气 但过去也就过去了 日子该怎么过 还怎么过 对吧 这就是中国社会 对这个事情 他已经没有什么 就是说 明确的反馈了 这样吧 他就是 出于一种 在腐烂的这种状态之中 有些人形状 还是那个形状 但是还是我想讲 里面的这个本质 已经开始变化的 已经特别巨大了 那么他会对中国社会 造成太大太大的伤害 他整个这种伤害的过程 还是好像在外部看来 好像还感觉不到 但是他默默的发声之动 比如说 对于一个家庭来讲 可能你这个家 收入就越来越少了 甚至没有了 然后物价会越来越高 然后你家里面呢 可能就是大家都有一种不安感 然后吃的食物 越来越不干净 空气水也越来越不干净 身体条件也越来越不好 然后家庭矛盾也越来越多 然后别人发生了什么事 完全没有通理心 根本就冷漠 不想去管 你自己发生了什么事 别人也目不关心 这个社会他就不断的就在 表面看好像还没什么 但是他在不断的 往那个最不好的方向 在快速的往下滑 这个就是我们能看到的 这就跟腐烂或者快速腐烂的 那个状态是非常像的 到最后大家全都躺平 因为在韩国社会 以前我也讲过 比如说 就是前段时间 我买那个笔记本电脑 很贵 人家那个送货的 就放到我的门口 就是谁都能到达那个地方 都可以把那个东西拿走 但他给我打电话告诉我 给我发短信 说这个放在门口了 他觉得这个很安全 我也觉得没有什么 这就是韩国社会 再比如说 对吧 前段时间我看一些 就是韩国的YouTuber 他们做的一些 韩国年轻人创业的 这样的事情 就有一个年轻人 然后他通过自己的努力 他做什么 做那个咖啡的外卖 就是说你要点一杯好咖啡 他就给你送到你们家里来 那他现在每个月的收入 按照人民币来算的话 都是五六十万 他就可以通过YouTube 对吧 公开的来讲自己的这个事 他不用担心说什么工商 税务啊 什么所谓的各个 什么主管部门啊 过来管他要钱 管他收保护费 他不用担心这些 也不用担心哪个政府 会过来舔 就舔着大脸 跟你共同富裕 他也不用担心这些 这就是韩国社会 再比如说韩国 就是说 比如我们这个城市吧 比如哪个老人走失了 但他基本上都能 马上收到一个短信 然后帮着去寻找 老人摔倒了 对吧 以前我就看到有一个人 就是说摔倒了 我就马上打电话 这个是韩国社会很正常的 就是我这么讲 有人说 你又在吹嘘韩国社会 这不是吹嘘 不是吹嘘 我想讲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社会 正常的一个面貌 就像一个人一样 说你饿了 你就得喊出来 我饿了 我得吃饭 你渴了 你就是我渴喝水 你高兴了 你就笑 你难过吧 你就悲伤流泪 这是一个人的 就是一个正常人的 一个正常状态 才不上吹嘘 但是中国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 这个整个机体状态 就在逐渐 走向腐烂的过程当中 就是好像你碰他一下 你如何一下 他也没有什么反应了 这个社会 大家明白我说的这个意思吗 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 你说他没有反应 他里面的还是那句话 里面的细胞在快速变化之中 对吧 对吧 就这个人躺下了 也没有动静 慢慢慢慢的 可能就过去了 慢慢慢慢就腐烂掉了 慢慢慢慢的也就消失了 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 现在看到很多状况 就是想起泰坦尼克号 泰坦尼克号 这要沉了 但是有一些坐船的人 不相信 对吧 你告诉他要沉 不相信 怎么可能 我们这都挺好 对不对 你们就是嫉妒我们 嫉妒我们能坐这个船 你们坐不起 对不对 你们就 看不得我们泰坦尼克号好 对吧 然后他们就是坐在自己的 船舱里面 只要水不到这来 他就觉得 这一切都不错 我们这都是岁月静好的 来咱们吃喝玩乐 对不对 然后要不就是闷头睡大觉 然后等到水真的到他这来的时候 可能一切也就都晚了 所以说我就看习近平整天还张了二十大 对吧 延续自己的权利 如何如何 就算这个社会 你拿到权利了 你怎么办呢 以后这个社会 对吧 反正不论我怎么说吧 总是有很多人 他不同意我的观点 总是就强调我们中国风景独好 我们这儿就是蒸蒸日上 反正咱们慢慢看吧 行 今天咱们就聊这么多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